吳子嘉先生在這個10月1號晚間 在新竹市他以演說的方式向在場的民眾 表示說沈沛紅在今年的2、3月間 去拜會了柯文哲市長 同意擔任12職等的參事 有繞好新竹這樣的一個言論 這個言論完全是此虛烏有空穴而溝 也沒有經過他善意的一個查證的不實指控 這樣的言論已經非常嚴重的影響了沈沛紅的民憶 和他的政治性下 也妨害了新竹市市長的選舉跟公正性 當然他涉罰了一個叫做 《學霸法第104條三波不實指罪》 還有《平法312非罷罪》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為了力保沈沛紅的影響 還有他的政治性下 也為求一場乾淨的選舉 所以我們今天看得到 《畢根》的案件宣報 胡子嘉先生在提不出任何可信具體的證據之下 公然地北放沈沛紅散佈不實的言論 指涉沈沛紅向柯文哲求官 這樣的說法明顯是胡子嘉為了拉抬高宏安的選情 所散佈的不實言論 憑空捏造的不實言論 我想今天我們正式的道地點署 來向胡子嘉先生提告 就是希望能夠遏止這樣子 遏止的選風 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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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